大家好 歡迎收聽I Like Radio 中廣流行網人來風 我是主持人高嘉瑜 那我們的節目呢 在YT上有直播 歡迎到我們中廣流行網的YouTube 還有粉絲專頁來收看 那今天我們邀請到的來賓呢 是全民大劇團的團長謝念祖 謝導演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觀眾大家好 還有美聲小天王林俊逸 大家好 我是林俊逸 這個聲音真的很好聽 所以叫美聲小天王 而且他非常厲害 因為他是舞燈獎五度五光 第一個小朋友歌唱比賽的得主 而且他是幾乎跟我同年 所以他在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他就已經以歌唱文明 那是幾歲的時候啊 12歲 12歲是國小 就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在看什麼倚天屠龍記啊 就是葉童跟劉松仁的 差不多是那個詞 是不是 你有看嗎 有啊 台式的戲啊 避海晴天 一直在問得天 別讓真的心改變 你記得嗎 我記得 喔 我小時候超愛看的喔 就是那時候台式的那幾部 然後每一首主題曲都很好聽 對 然後那時候還有瓊瑤的嘛 對 青青河辯潮 悠悠天不老 悠悠不驚訝 什麼都記不住 只會記得那個呀 因為我們找了美生小天王 應該讓他多唱一點 那你那時候在五燈獎都唱什麼歌 台語歌嗎 沒有 我那個時候唱五燈獎的時候 還有一個單位叫新聞局 所以我們小朋友流行歌曲比賽 是不能唱台語歌 那個年代不行喔 然後因為我們那個節目 已經有一個台語擂台 台語歌唱擂台 所以呢 那個時候台語歌有配額 就你一個節目不能 你看那個年代好可怕 現在是巴不得你唱台語 對然後還有 我是小朋友 所以不能唱情愛的歌 就好像現在中國的那種 我只能唱什麼掌聲響起 什麼卓泥球 新的方向 什麼快樂天堂 對那種很正向很 很陽光的歌 所以不一定是你喜歡的歌 都是我喜歡的啦 如果我還是要挑我自己喜歡的啊 因為小朋友那情緒藏不住 這首我又不喜歡 那你是從小就有就是喜歡唱歌還是家長特別栽培還是怎樣 沒有就是喜歡唱 然後這栽培不來啦 就是你這種 這種喜歡 不是這種喜歡 這種喜歡就像你喜歡唱 我也是喜歡啊 對就擋都擋不住的這種喜歡 就是一直想唱歌啊 那個就不是栽培 沒有人擋得住主持人的 對沒有 就是就是隨時就想唱歌 就是隨時就在音樂的世界裡啊 所以才會唱得這麼好嘛對不對 就是自然而然的發自內心的 我覺得喜歡跟唱得好不好 可能是要經過很多的關卡 那你那時候就喜歡唱歌然後你爸媽就說 欸你怎麼唱得這麼好然後就覺得你應該去參加比賽 沒有我小的時候我以為大家都可以唱這麼好 喔你以為每個人唱歌都應該這麼好 對我以為就是我沒有覺得我特別比別人會唱 我就真的很喜歡唱歌 然後是我自己 跟我媽媽說我要報名 喔你自己看電視 那時候舞燈獎有很多飾演會 就現在的海選 然後 他在全台各地都會有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好像去台中 玩 然後我媽我就看到說 欸那邊有舞燈獎飾演會 我們去報名 他說喔好啊 然後就去唱了 唱完之後大概半年多製作單位打電話來我家 說我們要開一個小朋友流行歌曲比賽 那請林俊來當我們 第一個參賽者 哇你就是唱到 就是製作單位對你印象深刻之類 特別邀請 應該那個時候開始有 其實應該有很多各地的小朋友 都 都會去參加飾演會 所以他們就想說 那就 就開一個單元 因為發現小朋友其實都唱得很好 然後我是第一個去比賽的小朋友 然後就是 我就一直比到五入關 就從頭到尾 這樣可是講10萬對不對 我是超過10萬的 因為小朋友是按獎金 就過一關 小朋友不用到五度五關 小朋友只要過20關 然後每一關呢 他有五個登的獎金 按一千兩千三千五千跟一萬 然後所以你最後累積的總獎金 可能不到10萬 也可能超過10萬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 按 我很常按到那一萬塊 這麼厲害 就是說你唱完 然後你就是自己按看你拿到多少 然後最後 然後我記得好像10幾萬 超過10萬 那個年代這樣很多耶 買鋼琴就沒啦 真的嗎 對啊 不夠買一台鋼琴喔 不夠啊 你有怎麼聽說小時候10萬塊就可以買房子了 對 鋼琴比房子貴啊 真的假的 對啊鋼琴很貴小時候 天啊 那這麼多年來房子一直漲 鋼琴卻沒有漲 就一直疊 所以買房子 我們家 你知道我們家住三民區 然後 還一直淹水 鋼琴就一直泡水 蛤 所以當初應該要買房子 當初不是應該把鋼琴放在二樓 喔 但是是一個很好的投資 鋼琴還是要買 所以你現在也會彈鋼琴對不對 所以你從小就對音樂有興趣 就很愛啊 很愛 跟我一樣但是你是歌手我就是是一個被 政治耽誤的 歌手 那很開心的因為呢 他們 謝念主導演 他之前就是全民大悶鍋啊 大家都有看過的印象嘛對不對 都是 這個導演製作的 那時候在台灣可以說是收視率最高 那現在轉做音樂劇 這個音樂劇叫 腦內失控的iTunes 也是跟音樂有關 為什麼叫腦內失 好難念喔 腦內失控的iTunes 之前喔 因為我們做創作就常常會看一些有的沒有的書 那就看到一本書 那本書叫 書名叫做 腦內裝了兩千出歌劇的人 這是一本歌 科學 醫學方面的書 然後他舉了一個案例 有一個人走在路上 忽然被雷劈 真的被雷劈喔 然後送急診 三天後大難不死 就出院了 但出院之後呢 他就性格有改變之外 他忽然之間對古典音樂 非常的熱愛 開啟了就是 某個部分腦內的 彈琴彈琴 就開始會彈琴了 他本來就學音樂 他是本身也是醫生 是 對然後 就 除了看診之外 就是彈琴 彈琴彈琴 然後 所以他就會有莫名其妙的音樂進去 那有些人是可控制的 我不想聽 他可以停下來 有些人不可控制 那有些人是熟悉的音樂 有些人是完全不熟的音樂 那有些人可能聽到高音收 音樂就會進來 所以 那個腦子很奇怪的 所以我們覺得 聽起來真的 案例還蠻有趣 很有趣 那我們休息一下進一下廣告 大家好歡迎回到I like radio 中廣流行網 人來風 我是主持人高嘉瑜 剛剛很開心聊到這個全民大劇團的音樂劇 叫腦內失控的iTunes 那導演跟我們講的是從一本書來發想的 那本書裡面是真實的故事 就是有個醫生被雷打到之後 開始腦內就有各種的音樂 很熱愛音樂 拼命的彈琴 那我還沒被雷打到就已經很熱愛音樂 不建議這樣 會有生命危險 不建議在路上去被雷打到 因為其實那個人是被打昏迷了三天的 對對在醫院裡面急救三天 他其實算是運氣相當好的 對 然後 所以 我們就用這樣的點子 就講說有一個女生 走在路上 他本來人生就還蠻倒楣的 就更倒楣就被雷劈 被雷劈之後他就開始聽到不同的音樂 然後 腦中不斷的有音樂進來 那其實 我們在做創作的時候 其實單一個點 其實是 沒辦法成為一個戲 然後呢 當初我在想這個劇本的時候 所以這劇本都是導演你自己寫的喔 我跟另外一個編劇合作 一起寫的 對 然後 剛好去年10月 我自己身上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 視網膜剝離 喔 這是高度近視才會有的 我沒有高度近視啊 可是他就視網膜破洞 然後就剝離 然後我人比較樂觀啦 就想說沒關係 好反正補起來會好就好了 但他很辛苦他必須趴著 就是 療程 要他 手術完之後你人要一直趴著 一定要趴16到18個小時 天啊 然後要大概三個禮拜到四個禮拜 那趴著眼睛是閉起來的嗎 隨便你 對因為他在你眼睛裡面打空氣 然後把你的視網膜 那你是在地上爬行嗎 隨時都要趴著 所以後來就去借了一個那種按摩床 就趴著 就有個洞的那種然後臉可以 對對對 那這還好 但很不幸這兩個月之後 我視網膜又剝離第二次 蛤 我那時候就忽然之間 恐慌症發作 因為你想說 問醫生 你以前有恐慌症嗎 沒有 就問醫生說 有沒有什麼原因 告訴我任何原因 他說 這沒有 接連的視網膜剝離 就好不容易趴完 一年又又來了 對我說敵人要是打過來 叫我趴在那邊 我就投降了 因為他太恐怖了 太痛苦了吧 哪能想像 非常痛苦 然後醫生說 沒有原因 有些人就是會剝離 我說 就很恐慌就覺得我隨時 即使這次手術之後 我還是會剝離 那太可怕了 他說在台大就很焦慮 然後吸不到空氣 躺在床上就 去聽那個總統大選的那個辯論 聽聽就會轉移注意力 哇你轉移注意力的方法 好特別喔 對想盡所有的方法轉移注意力 但是那個恐慌症是太可怕了 因為 我以前太樂觀了 所以 對於別人有這樣的狀況 我很不理解 我想說為什麼你會 為什麼會恐慌症 為什麼會憂鬱症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沒辦法跟我講話 你就必須淚奔衝出去 這這麼簡單的功能 你為什麼沒辦法做 當下我忽然間都明白了 我就想說 這個角色當他被雷劈的時候 恐怕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女主角也有恐慌症嗎 對 就讓他連帶的恐慌症 但是恐慌症背後加上這個音樂 就慢慢慢慢帶出他其實 像人家會以為你已經就是瘋了 失控了 他就很怕自己是瘋了 就是因為一直聽到音樂嘛 然後又有恐慌症 對 所以他就變成腦袋裡面有很多的旋律 然後剛剛好呢 他去看精神科的時候 身心科的時候就碰到另外一個 就是俊逸飾演的一個 過氣的創作型歌手 過氣的創作型青春偶像歌手 歌詞裡面都有寫 過氣的創作型 所以他會寫歌就對了 對然後 獲獎無數 然後宏擊一時 只是後來都寫不出歌 突然就是這個音樂的才華就突然沒了 對然後他為什麼會去看精神科呢 因為他 已經收了人家的錢 要辦演唱會要出專輯 出不出來怎麼辦 歌寫不出來 壓力很大 先去做一些醫療紀錄 就診紀錄 以後免得被告的時候可以有脫罪的方法 但結果就在那個診療所裡面 碰到這個女生 那這個女生呢 就剛好腦子裡面一堆音樂 我是腦子都沒有音樂 所以兩個剛好天衣無縫的配合 就配合起來 兩個就搭載起來 情色和明就是這個意思 差不多 可以這麼說啦 他彈來彈去就 怎麼彈都唱不出來 就卡住 但是對那個女生也 這邊好好 有很多的可能性 這幾個音加幾個音 就變成另外一首旋律 變四首連彈 也有 所以兩個人就是用彈鋼琴的方式 然後唱出腦中的旋律 音樂 然後互補 是 然後就是 老天幫你關了一扇門 但是可能開了一扇窗 就是 所以兩個人就談戀愛 是這樣嗎 是 但是沒有那麼簡單的 沒有這麼 對 沒有那麼單純的彈 但至於怎麼彈 好像 你們要進來看 所以這齣音樂劇 其實裡面就會有很多音樂 那這歌曲是誰寫的 張心慈 他是一個 台灣的 音樂劇的作曲家 然後他很多 跟韓國很多的合作 韓國的音樂劇 因為韓國音樂劇其實 領先我們蠻多了 現在是領先 因為我最近其實也看了一些舞台劇 但是台灣的音樂劇 我們比較少看 因為一般我們都接觸的可能是歌劇 例如說我們去美國會去看百老會啊 百老會就算歌舞劇 就算歌舞劇 那一個是在那個師大的二樓 也是一個音樂劇 那叫什麼名字啊 也是講 愛情跟愛情有關的 在師大裡面的小劇場是不是 師大的二樓餐廳 他是合作的一個情境劇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二樓餐廳我知道 那是果陀做的 對對對 什麼什麼什麼 離婚還是什麼的 那個 那算音樂劇嗎 因為他也是會一直唱歌 然後重點是我明明是 觀眾然後結果還叫我就是現場要唱歌 變我也是 大家看到你應該都會想要唱唱歌吧 我本來只是一個觀眾 然後我就突然被cue說 出來唱歌 免費唱歌給大家聽喔 都沒有跟我就是cue 說 應該比較像 那個 沉浸式 對對對沉浸式的 情境的 因為他跟美桌的客人聊天 然後就好像說 就在你旁邊 就還蠻特別的 那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等一下再回來 大家好 歡迎回到 I like radio 中廣流行網的 仁來風 我是主持人 高嘉瑜 剛剛你聽到的這首歌呢 就是這一次這個 腦內失控的 iTunes音樂劇裡面的 愛是一首為你寫的歌 是不是很好聽 很感動 很浪漫 很浪漫喔 那這首歌的主唱 就是在我旁邊的 林俊逸 是我是我 是一個 呃 就是 怎麼講 剛剛講什麼 創作 才華 青春 偶像 過氣的 過氣的創作型青春偶像歌手 青春偶像歌手 然後跟林逸昕 在這個音樂劇裡面的合唱 那你現場可以幫我們唱一下這首歌嗎 那我們來聽聽看 聽聽聽清唱版 對 愛是一首 交響曲 心跳澎湃 無法自已 愛是一首 夢幟 為你譜寫的旋律 原來就叫愛情 哇 好聽耶 清唱的完全 真的 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原來就叫做愛情 哇 完蛋了啦 我在旁邊唱 我都覺得不好意思了 很少我會不好意思 因為畢竟人家是五燈 講對不對 五度五關的這個 哇 真的很厲害耶 那我有機會可以跟你合唱一首嗎 可以啊 有什麼歌是我們可以合唱的 你挑 他就一副那種說你來啊你來啊 有什麼歌都難不倒我 的確難不倒他 你有辦法唱我們裡面模仿的片段嗎 喔有模仿什麼歌手嗎 喔 我們要從 胡文正 我要想一下 那太老了啦 因為他就是一個過氣的 我不會唱耶 那個是什麼年代啊 劉文正的歌耶 超老的 但我們因為版權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把它改編 喔 所以也是重新翻唱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就是清唱也是OK的啦 不一定要有音樂 所以不一定要唱劉文正的 都可以 不然明明白白我的心好了 你會唱吧 可以啊 你自己起聽 明明白白白我的心 渴望一分真感情 我曾經為愛傷透了心 為什麼甜蜜的夢 為什麼甜蜜的夢容易是你 星光纏染風而輕 最是寂寞女兒行 要別舊日戀情 把那創傷撫平 不再流淚到甜蜜 欸我都覺得我唱歌變好聽了耶 在他的配合之下 這樣我也可以去演音樂劇了嗎 導演 可以啊 因為導演其實之前有找過我去演 對啊 那一首歌就是什麼 你的對啊 為什麼聽起來這麼 對啊 因為他拒絕我啊 很敷衍耶 因為你拒絕我啊 因為我怕要花太多時間 我是很怕那個 你早上是演倒垃圾啊 蛤你叫我演垃圾 是倒的人 當然不是 我們裡面有個特別 我演一個倒垃圾的人 不是 你是一個演一個見義勇為的人 哦 那有什麼跟倒垃圾有關 因為那齣戲 因為我常常追垃圾車 因為我們選舉的時候要追垃圾車 所以我對垃圾車 非常的有經驗 那齣戲裡面的人 幾乎都在追垃圾車 可是我看到垃圾車 就會忍不住想要拜票 發文宣幹嘛 發面值啊 所以你好 是高嘉宇 好啦我們下次加演 再來找你發面值 所以是有這個角色就對了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如果我們 譬如說後來 後來你拒絕我們了 對對我們就想說還有誰 那後來誰 柯文哲 柯文哲 哦 當然 當然跟你 當然跟你是完全不一樣的角色 他演台北高雄 然後九月到台中 他真的很閒耶 所以他也是存台群回演出就對了 你這樣子讓我好難接話 我都不講 因為那時候找我演我就想說 哇塞要 就是我怕太佔用我的時間了 雖然我也很閒 但我就想說要跑好多地方 但我覺得對於他而言 他能夠來演是非常好 因為他 那是不是不用花太多時間準備啊 其實還是花 必須花了大概四五個時段 然後一次大概四個小時 那蠻久的耶 對 那他的幕僚就說 反正時間排出來人就丟給我們 他的幕僚也很開心啦 哦 對就不用管他 你說幕僚一種拖音的感覺 哈哈哈哈 丟著啊啊啊啊 所以你訓練他四個時段 然後一次四個小時 也就是16個小時的特訓之後 他才能夠出來演 對他在台上大概才演個五分鐘左右 天啊這麼沒有天分喔 沒有這樣 跳真的很難 還要唱還要跳喔 對啊 他說要唱又要跳 是 而且他唱歌這麼難聽 我說他唱的是柯文哲版 哦 所以就OK 哦 對對對 然後他要唱跳 那我覺得很好的是說 他參加了這樣的演出 就瞭解我們這一個產業的慘狀 哦 我們的辛苦 我們的為難 我們的困境在哪裡 那我覺得 我們很喜歡邀請一些政治人物 來參與劇場的原因 是讓他瞭解說 未來在國家訂的一些政策上面 可以對我們有些幫助 確實也是一個經驗啦 因為我之前也有演過舞台劇 但是那個其實不用什麼準備了 因為你們是本色演 對對對就是去 然後觀眾可能會拋問題 就是直接回答 那個算是比較輕鬆一點 是有點像上爭論節目一樣 但是如果叫我去演的話 我會比較希望是 白雪公主 對吃重一點的角色 就出來就一直唱歌一直唱歌那種 那那那那你 聽歌米 聽歌米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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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美那種 不是你唱 哈 你唱到第二句我才 我才聽出來是什麼歌 你知道什麼 提公 提公 提公什麼 哈哈 我以為是一首台灣民謠 對 就是類似這種的 類似這種的 好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等一下再回來喔 大家歡迎回到 I like radio 中廣流星王 任賴峰 我是主持人高下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我就一直在唱歌 所以有點騷瞎了 因為我現在毛睡之間說 我可以跟林俊一一起來合唱 哈 你這樣哼兩句就騷瞎 你很難演音樂 真的是不是 你覺得我唱歌有用 不是我們一演最少演 都連續演三四唱 你知道歌劇 台灣的古典歌劇 他是有ABK的 就是同一個角色 他通常不會連唱兩唱 可是音樂 台灣的音樂劇歌舞劇 就是一個演員 你們8月16到8月18號 在台北城市舞台四場 四場一場要演多久啊 我們的戲大概上下半場加起來 大概140分鐘 喔140分鐘 那演員就是主角要唱 120分鐘 都在唱 沒有我們就是 但是因為我的歌其實都蠻難唱的 然後你就等於是這樣唱完休息一下 然後可能下午晚上連續要演 然後今天唱完明天還要演 你要連唱三天 沒辦法燒聲 對而且你看到演員說 欸他沒有在台上 你以為說他在下面其實沒有他 他正在快換衣服 對啊 喔 很忙 很累 很辛苦耶 然後注意力要非常集中 然後你們一年就演這四場嗎 這一齣戲就演他們花 那其他時間內幹嘛 就別的活啊 喔 像他才剛從馬來西亞回來 喔 就是巡迴演唱就對了 巡演 沒有我剛從新加坡是去當林淑榮演唱會的嘉賓 喔 然後就是 我跟 不是 重點是 欸 我跟 我跟林淑榮合唱 那個無言的結局耶 如果說這是 曾經是對你說過 這是個無言的結局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 球掉地上了吧 哇咧 不是啦 這個都比較那個 我比較少唱那種歌 然後我跟你講 錄音的這一天呢 其實昨天的產世要講嗎 喔 怎樣 我昨天本來是要搭 把中午的飛機回台灣 結果呢 我一上飛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開始狂冒汗 然後頭很暈 然後我就很想吐 我就把他廁所去吐跟大法師一樣 蛤 真的假的為什麼 我已經登機了 然後我就跟空姐說我非常不舒服 我睡眠不足 然後我的汗就一直 冷汗 就狂噴 然後我說我好冷喔 然後那個我就被請下飛機了 然後就是趕快在新加坡 我剛才說髒衣機場找了醫療室 然後醫生也來看了 醫生就是問了很多問題 然後他說你應該是食物中毒 然後我說可是我們整團的人都 團進團出 大家吃的東西都一樣 只有我有事 所以我從中午 就是被請下飛機之後 已經打點滴 然後因為很虛弱 然後就是又一直腳抽筋啊 什麼的就脫水 然後就撐到晚上兩點的飛機 就改搭下一班 那下一班是晚上兩點 所以我今天早上才回台灣 喔哇塞 然後就趕快來我們這個廣播 難怪我看你就是有點嘴唇發白 哈哈哈哈哈哈 他的確氣色沒有像平常的人 所以你找到原因了嗎 到底是為什麼 到現在還不知道 所以你回台灣落地 到現在還沒有去看醫生 還沒有時間啊 天啊太感人 那我們一定要再合唱一首來感謝 哈哈哈哈 來謝謝新加坡 欸哇塞 欸那他這樣還表現這麼好耶 是是是是 真的 所以其實演員是很辛苦 尤其是在演出前這段時間 體力要真的很好 身體要顧好 真的 那平常有在運動嗎 或是 有當然你還是要很大量的運動 做什麼運動對唱歌有幫助 也是 心肺方面的 就游泳 因為我很喜歡打雨球 哦 對所以就是 我們台灣雨球 你看王岐霖里 冠軍 對啊 你是住哪裡 我是 就你這個問題是要約我打球 是因為王岐霖他們是住內湖 他們常會到我們內湖運動中心打球 是內湖運動中心 還是網球中心 網球中心也有 因為網球中心現在也有雨球的場地 對因為我是跟他們會在網中 真的 你也會跟他們打喔 哇塞隱藏版 那所以你打的也很好才能跟他們打 還可以啦 就是今年六月有參加一個小比賽 打雨球很費體力耶 因為我以前也打過雨球 就是你知道體育課的時候 因為我打球都要跳起來接跳起來 我每次打完都覺得 打球為什麼要跳起來接 因為我就會習慣 然後我一直腳會翹起來 我還要做動作 就會忍不住就要一直跳起來接球 然後腳還會一直翹起來翹起來 我的動作都很好笑 然後所以我就每次打完都全身虛妥 對打球的確是對那個整個心肺功能 非常 非常有幫助 那我也要開始打雨球了 是為了你的歌唱事業在補錄嗎 不過因為我有在游泳 但是游泳對我來講沒什麼 就是很平順Smooth 因為我游泳就很順 因為已經有習慣了 就沒有什麼覺得很喘或幹嘛 雨球他可以訓練你的體力之外 他手眼協調 然後我就是肢體不太協調 對看到球你要打得到 喔我就是打不到 對打到你還要能夠把球回回去 你要回到你想回的那個點 是你要判斷 超難的 然後有時候你還要騙他 就好像要打這個點 反應要非常的快 等他來了之後你再往後打 喔心機要很重 像我這種就比較難 因為我這種就是直腸直直 直哀直亡 我比較不會騙人 哈哈哈哈 我希望有機會跟你合作啦 真的嗎 謝謝導演 你有看到我的天賦了嗎 有有有有 能夠整王偉忠的人不多 但這一點就應該好好跟你合作 導演之所以會想要挖我 去他的那個音樂劇 就是因為他有一次看到 我在偉忠哥的廣播 然後一直拼命的唱歌 對對對看到 王老先生完全無法控制你 我覺得太好笑了 哈哈哈哈 對因為偉忠哥你知道平常都是控制別人 他很少會有人就是不受他的控制的 完全不理他 完全不理他 因為我就是對就是你知道 偉忠哥他聽說蠻兇的 非常兇 嗯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參加過他節目的人都知道 他很有威嚴的 是是是是被 因為我就抱著說 我就只上他那一次節目的打算 想說以後也不會再去 果然也沒有下次了 哈哈哈哈哈哈 當作人生最後一次演出 對對對沒錯沒錯沒錯 那你表現得非常好 對算是留下一個這個輝煌的紀錄 你看讓導演都對我印象深刻 非常印象深刻 對可以違逆偉忠哥人不多 所以我剛剛那個錄音之前 偉忠哥在那裡啊 我都還來不及跟他打招呼他就走 快步離開 把腿就好像說 欸偉忠哥真的我先走 偉忠哥有事啦 後面有事啦有事啦 好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大家好歡迎回到I LIKE RADIO 中廣流行網的人來瘋 我是主持人高嘉瑜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紹 這部音樂劇腦內失控的iTunes 然後這個林俊逸不是林俊傑 他在這個音樂劇裡面 聽說是演一個過氣的創作偶像型 歌手渣男 就組合起來有就是這些特質都有 天啊聽起來好就是為什麼會想要接這種角色 所以當初我找他的時候我還特別說 欸這是一個紮男角色你願意接嗎 你願意接一個純壞人的角色嗎 我說可以啊為什麼不要 因為你以前都演正派對不對 我以前演全民大西都演那種呂布啊范李啊 很有正氣的 很有正氣的 然後你也在台上也不能開玩笑 就是你的點全部都要很準 然後就會 因為你看起來就是一個蠻正經的人 嗯但其實在 所以你在吃一下也是 有這個部分 比較看起來就是不苟言笑的那種感覺 好像就是非常嚴肅的面對神明的每一刻 但這個戲我演得非常開心 哦就終於可以放開自我放飛 很多角度是本色的演出 你是指紮男這部分嗎 搞笑的部分 所以你是會搞笑的人 嗯 我跟你講這幾天 像我前上個禮拜就是那個身體比較不舒服 排練場氣氛是不是比較差 是是是是是 哦 對對對 當然實在他狀況好之後他會鬥樂大家 哦但狀況不好的時候就大家就也了 就就氣壓就稍微低一點 因為他只推到60嘛 他平常都推到100啊 是是是 所以他是戲中的靈魂角色 是是是是 因為別的角色像女主角嘛 搞笑有些人 嗯 另外一個心理醫師也沒辦法搞笑 不能搞笑 我也能搞笑 因為林奕馨她是很有名的美女耶 她在我們以前念台大的時候就很有 她是師大 對她是師大 我是說PTT上 她那時候就蠻有名的 對那當初會找她是因為 我看到YouTube上面有一段 她演奏大黃蜂 同時拉小提琴 彈鼓箏 好厲害喔 我覺得這女生真是神經病 什麼都會欸 所以她在這個音樂劇裡面 也有這麼多的樂器演出嗎 如髮炮製 每一段都有 還加上電吉他 哇塞太強 哦 因為她有多重的音樂 然後所以她就每一段音樂 她都要有不同的樂器 要表現出她腦袋裡面的混亂 所以她是靈魂角色耶 很重要耶 是是是 她還蠻重要的 那林俊逸主要是演渣男 哈哈哈哈 對 還是唱歌還是彈鋼琴 都有都有 都有 其實他們兩個人一起彈唱的時候 其實還蠻迷人的 對 因為你很難的能夠看到 音樂劇有演員直接演奏樂器 這是比較少的 欸那這樣子會出原生代嗎 因為這個感覺很精彩的 第一很貴 第二個回不了本 哦 現在不是就網路把它放 我直接殺死 哦 對 但是你製作上面 還是有一定的成本 你一定要有成本 那成本都很高 就是你收音啊 或各方面的成本 錄音室 然後 回收不來就對了 難怪沒人要幫我出唱片 是不是怕無法回收 我有這麼難嗎 很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麼難 如果你出唱片的話 你應該是要在行銷上面 多下一點功夫 可能會賣得很好 你是有機會的 對 因為你是另類 帶一種劣情的心態 欸我唱歌很好聽欸 怎麼會劣情 不是 是喔 你剛剛沒有聽到嗎 要再唱嗎 那你就要少唱一點 對就不要 少在外面唱 哦 讓大家保持一點神秘感 然後突然就是一唱一鳴驚人這樣子 哇塞 不行嗎煎熬 不行 很好啊 只是我們時間快沒了 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在講我們的 對啊 今天他抱病來 拆拆我們 趕快來宣傳一下快點 然後內失控 呃我們是剛有講到8月16到18在台北城市 就DM可以給我一張看一下 在台北城市舞台 那主要演員呢 有林逸欣 呃林俊毅 呂少奇 巴鈺 還有林斌 對 喔 欸怎麼都姓林啊 不知道 而且名字都很像 林俊毅 林逸欣 對啊很容易搞錯欸 對對對對對 然後我們只有演四場 真的非常的珍貴 只有四場欸 然後購票可以到OpenTix OpenTix上可以買票 對對對 對對對 歡迎大家進到劇場裡面來 那這是一個音樂劇 然後幫助大家找到生命當中的旋律 因為每個人 所以只有在台北的城市舞台演出對不對 因為我們目前劇團的首演 大概都只在台北演出 然後第二輪才有機會到中南部 喔 對 就不要想太多啦 來看戲啦 就是開開心心 所以這是一部喜劇對不對 看完會開心 然後又有音樂 還蠻正面 對 還蠻正面 蠻開心的 即使看到壞人在死壞都會還蠻開心的 就算看到這個渣男也會開心嗎 對我覺得俊毅很厲害 就是說他可以把壞人演得很可愛 喔 對壞人要演到人家不討厭 那有些壞人一看他就是壞人 哈哈哈哈 喔這那大家可以去看看怎麼把壞人演得可愛又不討人厭 這個確實是很難 絕對保證大家後來對於俊毅的角色的下場 那結局是好的嗎 如果這麼聽妳講的話 好像結局不是很好 結局其實不是這麼的 還是說俊毅最後會發瘋 沒有 還是說他就重新就是找到就是歌唱的舞台 然後發光發了 沒有結局這個一定要進去找 所以不能在這裡劇透就對了 那妳要來看啦 欸妳會不會來看 妳剛剛唱這麼多歌 我們硬著頭皮說好聽 然後妳嗯 導演妳要請我的話我可能會找時間 可能 8月 我還要看一下我的時間 8月16到8月18很近欸 馬上就要到了 對啊 8月16 8月17 8月18 三天演四場 對 蛤三天演 所以有一天演兩場 對 禮拜六演兩場 你看我好厲害 三天有一天演兩場 是 哇塞 反正那一天比較辛苦囉 演員比較辛苦啦 喔 還好啦 習慣了 嗯 好他在畫圈啦 嗯 還好我們剛剛資訊都講到了 都有講到喔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8月16到8月18到台北城市舞台 趕快購票看 腦內失控的iTunes一定會很開心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